《红楼梦》第28回蒋玉涵情赠倩香罗薛宝钗修龙红射串是全书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一回中蒋玉涵依爱慕宝玉而将倩香罗赠予宝玉 宝玉则将之转赠给黛玉 这一事件不仅深化了宝黛之间的情谊 也为后续宝玉与黛玉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首先 这一事件反映了宝黛之间情感的发展 宝黛二人从初见时的互相倾慕 到后来的情投意合 感情逐渐升温 蒋玉涵赠予倩香罗的事件 不仅是宝黛二人情感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也是宝玉对黛玉情感的一个直接表达 宝玉将倩香罗转赠给黛玉 表明了他对黛玉的爱意 其次 这一事件也为后续宝玉与黛玉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宝玉将倩香罗转赠给黛玉 引起了王熙凤的嫉妒 王熙凤是个心机深沉的女人 她为了拆散宝黛二人 利用贾母的宠爱 将宝玉许配给宝钗 宝黛二人的悲剧命运 也由此埋下了伏笔 从艺术上来说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 也是一篇非常精彩的作品 作者通过对蒋玉涵 宝玉和黛玉三个人物形象的刻画 展现了宝黛之间情感的发展 也为后续宝玉与黛玉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作者的笔触既细腻又生动 将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下是对这一回中几个重要人物形象的简要赏戏 蒋玉涵 蒋玉涵是个温柔善良的青年 他对宝玉一片痴情 他将倩香罗赠给宝玉 表明了他对宝玉的爱意 蒋玉涵的形象 也为宝玉与黛玉的爱情 增添了一份悲剧色彩 宝玉 宝玉是个多情善感的青年 他对黛玉一片真情 他将倩香罗转赠给黛玉 表明了他对黛玉的爱意 宝玉的形象 也为宝玉与黛玉的爱情 增添了一份浪漫色彩 黛玉 黛玉是个孤傲清高的女子 他对宝玉一片痴情 他接受了宝玉赠送的倩香罗 表明了他对宝玉的爱意 黛玉的形象 也为宝玉与黛玉的爱情 增添了一份纯洁色彩 《红楼梦》第28回 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 和艺术价值的经典作品 它不仅是对宝玉之间情感的描写 也是对封建社会中 爱情悲剧的揭露和批判 这一回的故事 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